台北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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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家好 我是陳博宏 今天由我來為各位 從每天早上的八點整 開始幫各位解開台北股市 過去 各位如果你有在網路 YouTube頻道收看我節目的話 我相信你應該知道 怎麼去掌握 每一天台北股市的機會 與危險 今天我想一開始的過程當中 今天3月1號 經過4天連假之後 大家可能比較關心 美國市場這兩天其實連續三天 加起來是偏跌的 跌的過程當中該怎麼樣掌握 機會避開危險 首先我們先看到什麼 先把我對今年的行情 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也就是說各位歷經了去年 一整年從歷史高點 18619點 一路跌到12629點 跌了5900點 10個月的過程裡面 我相信很多投資朋友 到現在為止 都還不相信股票會漲 那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各位可以發現到 從過年前 大家一聽到有重量級 外資分析師告訴各位 他看的叫做萬億的 十年限的目標 所以導致很多投資朋友 在過年前其實 都積極的站在賣方 那反而是投信以及外資 在過年前的一個禮拜 幾乎天天大滿 那一直到這次新春開紅盤 大漲560點之後 到了今天 各位發現到 很多人到今天為止 都沒有賺到錢 非常可惜 那今天一開始呢 我也讓所有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如果你過去 不曾在網路上看過 我財富密碼節目的話 那我簡單會做一下我自我介紹 那介紹過程當中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我過去就如同各位所看到的 去年10月25號那個低點 我是如何在公開的媒體當中 跟大家分析目前的台北股市盤勢 一直到今天 那一開始我還是先按照我網路節目一樣 我對近年行情看法很樂觀 雖然各位看到 包括昨天晚上美國股市的市場氣氛 都還在籠罩在什麼 FED可能升息 繼續升息 會升到本來大家預估的5%到5.4% 甚至今天有人喊出可能要接近6% 那這樣的問題其實各位 記不記得在去年7月8月9月 甚至到12月過程裡面 大家看到的是美國市場FED 一升息就是三碼 三碼再三碼 其實對我來講三碼三碼再三碼 其實它已經是什麼 已經是算非常激進的一個升息手段 那這升息手段 在這升息過程手段當中 我認為最壞的情況已經過去了 那今年我的行情 我個人規劃的行情很簡單 各位您看到這是我對今年的看法 那各位所看到這張圖是加權指數的月線圖 那各位看到這次的COVID-19 在2020年3月份爆發之後 當時全球股市暴跌 暴跌之後後面這段漲1萬點 這是8500點 漲到18600點 這1萬點的上漲來自什麼地方 來自於FED做強力的QE 那強力Q造就什麼大的紅利 其實各位回頭想 為什麼這麼大的利空 COVID-19 卻反而造就1萬點的大行情 這就是我在這市場上 要帶領各位尋找的 機會跟危險的問題 然後在日後節目當中 各位不斷不斷會看到 我告訴你什麼叫機會 什麼叫危險 你唯有認識什麼叫機會 什麼叫危險 你才知道我今天到市場 我贏的機會比別人多 那去年各位看到 從這個歷史高點 連跌10個月之後的低點 它當時低點是伴隨一個 關鍵的因素叫做 美國的CPI 觸頂到達9.1 觸頂之後造就台北股市 12629的波段低點 而今年的兔年行情 就我來看 展望未來高機率股票市場 是屬於V型反轉 V型就是針對於去年的一波大跌 這一次我認為這裡 是有機會走一波的一個大漲 類似V的形態 當然有很多人 很多的前輩 也都對我這個看法提出個質疑 他說這個下來 這個應該是叫A波吧 所以這裡看到應該叫B波 所以B波大家就開始很用功在算 算什麼 0.382 0.5 0.618 0.8 大概最樂觀的都只算到0.618了 那0.618在哪裡 差不多 離現在沒有太遠 然後大概一六字頭 那個附近 所以在現階段來講 大家覺得又開始有保守 那不管怎麼樣 我想股票市場你在 要在市場裡面賺到一個波段行情 一定要做大膽假設 這是一定要有的一個先決條件 代表你的大膽假設 是建立在你的所收集到所有的資訊裡面 你要去掌握那個眼光 那個叫view 那就我來看 這個事情 要如何實現這個V型反轉 這幾大因素 從美中競爭 各位可以看到目前為止 仍然是持續當中並沒有改變 電子業在清高庫存 中國因為解封之後 開始經濟有回溫的機會 雖然我不認為它會很強 但至少它不是倒退的 再來 全世界通膨會慢慢恢復正常 從CPI數字可以慢慢做觀察 雖然最近下降速度稍微慢一點點 歐洲戰爭我認為早晚會結束的 再來最後會來到停止升息 這是美國FED的部分 那這個支持這個V型反轉 最後最後的關鍵在哪裡 在美國跟台灣 明年會有總統大選 那這是我心目中的一個看法 所以這幾項事情其實從我 各位看到這個時間點 1月3號 在過年前的1月3號 在2023年的一開年第一天 那我就針對今年行情做這樣的一個規劃 那各位發現到從我當時提出來之後 這些事情一個一個慢慢在實現當中 那這是支持我認為今年行情的一個主要的原動力 那當然很多投資朋友會問我一個問題 最近這三個多禮拜 將近四周 都停在15600點附近橫盤整理 那這個橫盤整理 為什麼停著不動 其實股票市場漲多拉回很正常 但是這一次各位發現到它漲多不拉回 各位發現到漲多拉回很正常 可是漲多如果不拉回 各位思考什麼意思 那其實這個裡面 我會在未來節目上一個一個跟大家講 因為一級節目時間沒有太多 那我這邊可以提示各位就是說 在這裡為什麼停著不動 關鍵在於這裡有一個逃命反彈坡的高點 就在這附近 然後各位發現從歷史高點 跌到這裡是一個景線 對不對這個是大景線 景線跌破之後出現一個逃命反彈坡的高點 就在15000點附近 再往左邊看 這邊是一個所謂的大型頭部區的一個 右邊的一個景線 以及左邊這裡成交量相當大 這裡當時幾乎有大概七八千一天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從歷史的現行圖當中出現一個頭部的景線 一條件直接劃過來之後 剛好穿越一二三個點 包括這個點在內 這三個點目前指數來到 就是前面這三個關鍵點之後 也就是大景線的位置點 所以在這個區塊各位注意到 底下成交量 可不可以看幾家成交量 這邊成交量大不大 很小對不對 相對於我們景線這邊的超級大的量 以目前的成交量來看 你直接要把盤指數推動去挑戰 這個所謂的頭部區的套勞點 其實以架量結構來看 並不成熟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 要嘛你就點到拉回 要嘛就是橫盤整理做消化籌碼 籌碼整理的差不多了 順便等待情勢發展得意的時候 才有機會直接往上做 衝高的動作 那這個部分 所以可以發現到 指數兩波段上來之後 很多人認為這叫做一個反彈波 但各位知道 如果這裡是空頭市場的話 會像這裡一樣 反彈上來之後 一點到所謂壓力點 立刻做拉回 它會立刻做拉回 為什麼大家都想賣 可是這一波來到這個位置點之後 這個關鍵的三個點之後 它是停在這裡 所以我認為這裡是一個 高檔強勢整理籌碼的階段 那當然了 這兩天的台北股市 你可以發現到 是不是在市場有一些 雜音或者美股在Yahoo的過程當中 那我們帶各位看一下 那我們先談到剛才這個點好了 另外一個 我說這個V型反轉的一個關鍵點 其實在上個禮拜 去年美國一位蠻知名的 大空頭的分析師 Morgan Stanley的 他最近發表言論 他認為2024年 美股會創下歷史性高 各位做參考就好 做參考就好 但他這份言論 其實跟我的V型反轉的看法 雷同 我只能說雷同 OK 也就是說 在未來股票市場裡面 就我的角度來看 是樂觀的 尤其今年 非常樂觀 那 越早進場 各位 你可以得到 越可觀的 紅利 那這個紅利部分呢 就是蕴含的 我們所講到的 激昏跟危險 各位在看到 剛才這段行情裡面 去年一整年 是充滿危險的行情 那今年的開始 我已經在這個 預告了 這邊今年是一個 充滿機會的一年 那各位可以發現 這一波上來過程當中 漲多他拉回 那這次漲多之後 是橫盤整理 那所以呢 在這個前提之下 我們要怎麼去找 機會跟危險 什麼叫機會 有未來的事情叫機會 不管產業分 產業面 或者是公司本身 只要你發現到 這個產業 這個公司的競爭力也好 它有未來性 它就是什麼 它就是機會 機會怎麼辦 要及時掌握 看到機會不要猶豫 看到機會之後 你要敢於掌握 這是一個重點 那什麼叫危險 危險簡單來講 叫做不確定 不確定的東西叫危險 或者是確定衰退 這兩回事 所以這機會跟危險之間 其實常常伴隨在一起 那我這邊願意跟大家 先分享一個重點 這四個字 是濃縮了我25年 實戰操盤裡面 我所得到的最高的一個操盤刑法 因為很簡單 各位當你看到危險該怎麼辦 當你看到危險的時候 你就要想到危險背後 你已經看到了 可能是跌停板 可能是連續性重挫 當你看到危險的時候 你就要立刻想到 危險背後一定有機會 那這件事情 我們在未來的實戰當中 會一次一次的不斷 帶各位來演練 什麼叫做機會 什麼叫做危險 好 那 每一天其實 我都會告訴投資朋友 你怎麼去掌握 每一天的機會在哪裡 每一天的危險在哪裡 其實最簡單 一天的開始 就像現在一樣 我們要先看 早上大盤 今天大盤好還是不好 範圍大會落在哪裡 你心裡有個土之後 我們再去找 值得你注意的一些個股 這就是每一天早上的開始 那就是未來我會帶各位 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舉例來講 我們舉例 2月20號 在2月20號來講的話 我想在這一天來講 我這邊特別 我的每一個文章 這都是早上 7點17分發出去的 是當時 那我當時分析有一段 有關於美國市場FED的問題 我當時提出FED以通膨2% 為這個施行壓制的目標 那我認為 在FED以2%壓制過程當中 各位發現到 最近通膨好像有點降速變慢 在這個注視馬跡裡面 我大膽研判FED假以時日 或有可能變更為 以浮動式的通膨 比如說 兩個百分點到四個百分點之間 的目標為管理 的目標 也就是現在各位看到 FED在過去升起三碼三碼三碼 那未來也跟你預告 還會再升一碼一碼的升 看情況做調整對不對 問題出在哪裡 問題出在高通膨 不太容易一次被打下去 那既然不被打下去 可是其實各位可以注意到 從前FED主席葉倫的 現任財政部長的 美國財政部長葉倫 他發表過很多次的談話 其實他都透露一件事情 其實美國政府 在打通膨的同時 並不希望看到 美國經濟衰退 所以在這個前提之下 我們就可以反推 他極有可能會採取 把過去以2%的一個強硬的目標 會有一個彈性的調整 這個做法會很類似 我們當時前央行總裁彭總裁 得到14A 全球14A的一個彭總裁 他特別針對他任內裡面的 新台幣的匯率部分 他做什麼 他做浮動式的管理 浮動管理 其實這個部分管理很成功 所以他拿到14A的頭銜 所以我想FED這一次 在打通膨的過程當中 極有可能會採行這樣的措施 這點各位可以稍微做留意 這也支持 如果一旦發生的話 也會支持我剛才所講的 今年行情V型反轉的 一個關鍵點之一 另外 在上個禮拜 2月23號禮拜四 早上8點43分 如果你收到我這篇文章 我早上特別提到 先看台股對不對 台股今天有挑戰五日線的機會 大盤如果再判巴菲特利空低點 什麼叫巴菲特利空低點 來這一天叫做巴菲特利空 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裡 2月15號當天早上7點鐘 各位聽到巴菲特 把買的ADR 台積的ADR 大賣86%出去 當天台北股是開低往下差 但是當天低點 是不是只來到前波這個黑線低點而已 並沒有直接灌破 這個叫做巴菲特利空 好 各位看 如果在下灘巴菲特利空低點的時候 留意短線上 再次破底翻的機會 這是2月23號 各位看到 各位注意到沒有 這是巴菲特利空低點 這個是FED的會議紀錄出來之後 是不是再來測試一次 巴菲特利空低點 好 隔天往上衝高 禮拜五2月24號 因為長假關係 開高走低 台積電尾盤 一筆大檔往下砍 對不對 這是上個禮拜的走勢圖 所以 這個高檔整理過程當中 有幾個點 各位要注意到的是 第一個 這個紅K棒是開紅盤 新春開紅盤的一個560點 直接佔上連線 連線目前還在走跌 走跌之後 一天回撤之後 第三天直接就佔上連線 再也沒有碰到這個 仍然在下跌的連線 這個代表什麼 大盤的目前籌碼面相當有力多頭 是屬於高檔強勢的行進間換手 第二個 這是巴菲特利空 巴菲特利空在這裡 第二次在測試 然後今天 在上禮拜連假做一個開高走低黑線 今天禮拜三 待會開完盤做台北股市 應該會再來測試這個所謂的 巴菲特的利空防線 巴菲特利空防線 其實它是一個高檔強勢的支撐點 因爲什麼 各位看到 往下還一條叫做年線 仍在走跌年線 從這兩天之後 再也看不到年線的位置被觸碰到 所以只要巴菲特缺口 仍然持續任何利空都不跌破 代表這個盤是 仍然在我所講的高檔行進間整理 所以這點各位要稍微留意到一下 那這個部分就是盤的部分 另外可以看到 那底下部分 當你了解大盤的結構之後 底下你就要找出 值得你留意的股票 就像我們禮拜五 那一天早上八點三分一樣 在這裡 我們是不是也跟大家講到 除了大盤之外 你留意的個股在什麼地方 那麼如果 如果 待會如果各位想知道說 今天盤到底開要怎麼看 還有哪些股票值得你留意的 您可以利用什麼 可以利用這個部分來跟我們做 利用什麼 這個部分 LINE的部分 加入好友 你可以來拿到每天的這一份 這個開盤前的重要的資訊 那麼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待會回來 歡迎再回到現場 我想時間不多 我們先看一下 今天重點擺在哪裡 各位先注意到去年的標股 漲幅第一名的輪飛 為什麼能夠從50塊標到165 關鍵在哪裡 軋空單 當時各位看底下這裡 關鍵的標漲是在軋空 而各位今天的排面焦點 仍然注意當股票叫創意 創意目前也呈現在 有機會做軋空的條件 因為3月10號 因為股東會關係 要強制做空單回補 今天的表現非常重要 各位特別留意到 那你在創意的前提下 各位知道 AI 這個 CHAT GDP這件事情 目前是非常火熱 除了創意之外 其實已經引發出一些效應出來的 值得你留意的 AI相關股票 這一檔股票 上禮拜融券暴增之下 這檔股票也是AI相關的股票 各位特別做注意 還有第二檔股票 這是創意效應之後的 一個AI個股 而這檔股 看起來像做頭部 但是呢 在上個禮拜 它發表了什麼 發表了它的一個 業績報告之後 我認為非常地好 極有機會 產生的這個突破 這個位置點 所以這檔股 它有破景線 假跌破的一個現象出現 所以這檔股 也請各位特別做留意 另外第三檔個股也是一樣 這是剛才那檔個股的放大 那第三檔個股呢 我想在這個地方 如果說你想拿到 早上包括創意在內 AI相關的族群 如何擴散到哪些個股身上的話 那麼每天今天早上的這一份 盤前很重要的一個什麼 盤前預告的一個文章裡面 各位要想辦法拿到 那怎麼拿呢很簡單 你可以打開你的LINE 那加入好友部分輸入 小老鼠007RSTH 或者用QR Code直接掃碼之後呢 那只要你成為我的好友 你馬上可以得到三項福利 那不定期的投資報告 不定期投資小城市 以及每一天都會給各位 預告投資機會 或者投資風險在哪裡 那這個地方其實 這就是每天你在開盤前 要做的一個關鍵重點 你要知道 美股昨天的漲跌之後 影響到今天早上 你該怎麼去看待台北股市 今天的震盪幅度 接下來是 值得你注意的股票 今天有什麼股票值得操作的 還有 值得操作股票裡面 值得是不是需要抱一個大波段 這樣的問題 你可以交給我來幫你做 盤前的一個歸納分析 那麼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那麼如果想進一步了解 我更多訊息 你可以到YouTube頻道 來做欣賞我們的 進一步的分析解盤 本公司與分析師所推薦分析 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同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於是